我的換車需求呢 就是一樣是堅持沒有屁股 然後顏色的話 就是黑色或白色 都是我可以接受的顏色 然後因為我比較常跑 長途的高速公路 所以我會選擇比較有安全性的 就安全一定要五顆星的車款 然後外觀就是一定要帥氣 可能跟我現在的外觀有點不搭 還有已經要進口品牌 對 因為就是已經開過奧迪了 所以希望可以 就是往賓室或BMW發展 還有更重要一點是 要比A3還要大 其實有很多車還滿是 就是比你的A3還要大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說 你希望有貼備感 有那個操控性 那乃哥 它這些需求來說呢 你仔細地盤算一下 思考了一下 目前在車海當中 你撈出來的有幾款車 其實以這樣來說的話 它的選擇是馬上呼之欲出 其實在台灣的話 你要撇除掉奧迪 不然的話它直接升格A6的Avang 就可以了嘛 旅行車的車款 一樣 我相信肖肖她說的沒有屁股 是指的是我不要三箱的車子 還要雙箱的話 旅行車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它的工作需要裝很多的東西 所以其實還有什麼選擇 又要有貼備感的話不用說了 這個E43的這個S-TEC 絕對AMG的這個動力 絕對會讓你非常的滿意 這個300多匹 不過它的價格都到400多萬了 當然另外一個的話 還有最近我覺得女孩子都很喜歡的 就是Volvo的V90CC 這一個Cross Country的車子會比較帥一點 因為它有一些越野性的套件 但是重要的它還是以車格來說 它還是同等級 就是說它是5米長以內 但是它是旅行車的車款 再來的話就是現場這一台 其實我覺得就是我非常推薦的 因為你奧迪開過了 那要雙B的話 又要年輕帥一點的話 我覺得是B&W是最帥的 它不會像這個其他的品牌 感覺比較老成 而且這一個還有AMG的這個配件 所以它的外觀上 你可以看到它有 AMG Power的一些套件存在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在於功能性 所以我一定要看它 這個行李箱 到底可以給你什麼樣的滿足 好 我們現在就一走到後面來看看 然後行李箱的表現 既然是超級模特 一定要很帥的車 當然 不能過12點車子變南瓜 B&W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看到它的車尾 我為什麼要推薦這一個 所謂的旅行車呢 因為工作關係 譬如說你要拿小東西的時候 行李箱很大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些只要按一下 它有機關 對 注意看 最重要的是它有個電動的隔板 這個時候它也會打開 也就是你要拿小東西的時候 你不用直接拿 對 或者是你的這個空間不夠方便 你可以開這一個就好 對 而且你注意看 它一關起來 它的隔板就下來 所以你的隱密性很高 再來的話 這個電動尾門 按一下 對女孩子來說是非常的優雅 尤其像這個 笑笑現在穿著跟公主一樣 對不對 然後又是一個手無負氣之力 對 你沒有發現後心李箱 B&A3大很多 超大 大很多 而且還不用像Ju哥一樣放鞋櫃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就自內建 這裡面的空間 包括這一個 你看一個小隔板 內建飾品盒 飾品盒就有了 對 你的手勢啊 櫃這種東西可以放這邊 而且後面還有內建鞋櫃 它還有可以讓你放拖鞋或什麼 這個比較淺的格子 它還有油壓亭的 當然它設計的整個空間 是非常完美 這些都可以讓你 軌道都可以讓你去加裝 所謂的隔板 或者是網子 最重要的是 我為什麼要推薦這一個 最重要的是這一個 你看只要輕輕一搬 你的空間可以變更大 所以有些家具 或者是你要搬 你要放很多的行李箱的時候 就可以了 你看鋪平 它是完全平整 這個隔板就可以 這個遮板就可以收在這個隔板下面 那這個時候 Ju哥他有一些特別的喜好 對不對 平時做這個水電人 修理水電 還有做一些資源回收的話 你這個車借給他的時候 就會非常非常的實用 看完了達人推薦 給他們的車款的時候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在盤算了 我現在把我的車賣掉的話 二手殘子大概多少呢 而且我在換成新車的時候 我每個月分級付款 到底要付多少呢 我們當然要請到 專業的拍賣官黃總 來告訴大家 以目前這兩款 他們的愛車現行的 這個車款當中 他們在這個二手市場上面 的表現如何 好 我想Ju哥這一台小紫鴨 原則上就是 Toyota先備車裡面的神車 所以其實中股價還不錯 雖然有一點年份了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揭曉答案 首先我們來先 請冠儀幫忙一下 這台車 超零八年 是 2011年 雖然是八年了 但是我們接著來分析一下 這部車的一個狀況 它的里程七萬兩千公里 一般來講 行情價就是 一萬公里是標準一年 如果是以這個里程來講 它是合乎行情的 是 往上就要減價 往下可以加價 我們緊接著來看下面 紫色當然是稍嫌冷門 雖然是它的最愛 可是不是別人的最愛 大家是限量色 是 雖然是限量色 我剛剛講 不是別人的最愛 在台灣的市場裡面 黑跟白還是占多數 我只能說紫色漂亮 但是不是大家的最愛 所以會稍微略減 好 緊接著我們看下一個狀況 還有什麼 黃總覺得 小商壘壘 剛剛尋了一下車 這台車在我的心目中 大概要花一兩萬左右的 回復成本 所以這個部分 待會估價的時候 也要參考在裡面了 所以要扣掉一兩萬左右 去把那個本金修復 停室內車期維持加 剛看一下 車期是不錯 可是我剛剛說了 因為我們要考期 所以車期錯不錯 已經不是事關重要了 好 緊接著 最後呢 在我們公布呢 在我們的拍賣官黃總 心目中認定的價格之前 我們要先看一下豬哥 你心目中 你想要把這台小子鴨賣掉 然後換成新車的話 你覺得應該要賣多少 讓黃總來搜你的車 我也很認真 想了一個價格 很合理 怎麼合理 三十萬 三十萬 是 對 這個價錢 我只能用幾個字來形容 叫做天真活潑又可愛 這個價錢 怎麼會 當然是OK的 這個價錢我只能說 如果這個車況或顏色 或里程假設是兩萬公里 我認為衝上來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們是拍賣官 買了以後還要賣出去 對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要看一下黃總 他認為小子鴨目前的 抽策 二十萬 差十萬 可是你看 這一個中古認證的車子 還有三十八萬 是 原則上 有三十八萬 而且其實里程數差不多 對 原則上中古認證 他賣出來的車價 有一個條件 你可以賣得高一點 就是你跟他換車 問題你現在不見得 跟他換同樣 Toyota的車 原則上就沒有這個福利了 原來 所以其實你看 拍賣官跟朱哥心裡 就有不同的界定 那如果說今天是以 我們拍賣官黃總 他的價格來說的話 我們來看一看 朱哥他小鴨 要換成Focus的 ST Line的話 他大概有哪一些 我們先看 因為這一部車 車價大概在接近九十萬 對 那這一部車我們看 可以估二十萬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當頭期款 首先我們以 這個貸款七十萬來算的話 沒錯 那我們的期數是六十期 六十期 很划算 因為一年以後可以解約 所以你期數拉長一點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對 最後月付是一萬兩千五百塊錢 一萬兩千五百塊錢 算起來很輕鬆的 其實很划算 我可以 這個我可以 可以參考 所以直接小紫鴨 換成紅色Focus ST Line 是OK的 我願意 合格書拿出來了 黃總你說服他了 好 當然除了Ju哥之外 其實剛才我們有看到了 校校他開的這個A3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要來看一下 這個校校的部分 好 首先我們來看A3的一個 目前我們來判斷的價值 首先先看車鄰五年 也就是在我們講的臨界點 對 2014年其實要新不新 要舊不舊 不過還算不錯 來 最重要我們來看一下 里程數 里程數 11萬7千公里 剛剛有說了 因為五年 照理講合理的里程 是在五萬上下 到了11萬 一年多了一倍 所以基本上會有折價的問題 在估價的時候會去略減 好 我們再來看 停戶外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上面的鋁合金的飾條 還有邊框 都開始有水紋 有水斑 原則上我們可以判斷 它是經常停在戶外 所以這個部分在外觀上 是可惜了一點 但是因為它是白色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白色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女用一手 當然這是你的期待值 但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看車礦 女用可以參考 但是無法增值 好 來 再我們來看 好 內裝確實很乾淨 也沒有什麼磨損 這可以加分 所以內裝的部分也有關係 到這個車價 是 當然 當然 另外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一台是A3的先輩車 其實在中古市場算不錯的 相對於奧迪的車 這算搶手車 而且我的車漆都很漂亮 對 很漂亮 經過加加減減以後 又斟酌您這個用車的習慣 我覺得我可以給他一個 一個 這個價錢之前 我們要先看一下笑笑 他的期望值是多少 好 我的是 80萬 所以如果80萬的話 他就賣給黃總了 拍賣官一定要公正 因為他是專業的 不因為美女在前的 就忘了心智 所以最後我還是要揭曉答案 60萬 太殘忍了 60萬 不是 我們這是女模車 不是女用車 他是光鮮亮麗 女模的車 而且他是名人 他是啦啦隊 但我不能講他是哪一隊的 我剛剛講說 我們這個工作很專業 我們只能依據證據來說話 那你能不能幫他加一點價呢 所以我必須要幫兩位女模 加分 講一下 就是你賣車的時候 人家都告訴你說 女生車沒有保養 所以我要給你扣錢 可是當那個車商收回去 他要賣的時候 他就會說 這女生車是很少開 顧得很好 對 所以要加價 因為當然啦 因為車商他把車子收回去之後 以朱哥的車來說 他可能還要再整個 洗牙給一下 要整理一下 那包含內裝要清潔啦 因為朱哥裡面 很多這個給稀 要整理一下 那當然他還要承擔什麼 車子賣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的利息的風險 因為我們賣的車現金拿走 馬上當投資款 買了新車了 車商買了車之後 他還要在這個地方撐著 然後賣掉之後 可能還要帶一些保固的責任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些成本的計算 再加上去 你會讓你覺得說 怎麼賣出去跟買 車商買的跟賣的價錢 價差這麼大 其實到底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肖肖如果說把他A3換成 他非常喜歡的 B&W的5Turing的話 他的這個B&W的價格是 285萬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他的殘值 60萬放上去當頭期款 好 緊接著我們看 要帶款要帶到 225萬 一樣我們用60期 一樣用60期 是 每個月月付是大概在4萬塊左右 這樣子的價格 對 似乎有一點點高 擁有了雙B名車 而且又是旅行車 未來這一台車的折舊 也會稍微偏低 因為它畢竟是旅行車 對 那我要問一下黃總 就是說像 肖肖他喜歡沒有屁股的車 那你現在在車市來說的話 像這樣子的車款 房車它比較保值 還是說像 原則上一定房車會稍微弱價 第一個車輛數高 選擇性大 旅行車跟先輩車 是市場的主流 目前的數量也比較不夠 所以原則上在中古車價 一定會偏高 大概會多1到2個年份來收購 所以我選了保值車 當然 你現在選擇是 絕對是正確的選擇 OK